台北市議員耿危就爆料 在台北市的各大公園 包括像是大安森林公園 还有台北田徑场的暖身区 就等等的公园 其实实际上都被四大的幽灵团体给占据了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当时这些团体就像是这样 在里头交足球的部分 另外还有这样子直接围成一圈 整个场地几乎都像是他们的 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 过到这些公园要来玩的时候 没想到居然被这些幽灵团体给驱逐了 议员就痛批实在是太夸张 我们带你来听到稍早的最新回应 这四间学校总共有两间是有影灯的 另外两间的无资料 然后再看过去 开课地点全部都是在我们的公家 我们的所有的台北市经营的 我们公家的公园 有大安森林公园 大湖公园 明美公园等等等等的 然后花博公园 明泉公园 这他们的开课地点 所以就这样一个私人的机构 跑到我们的公园 来去做一个盈利的动作 这样合法吗 当然有发现有四个 那些厂商在FB 有一些招商一些盈利教学的方法 那当然我们看完后 就是本来要去看他有没有公司程序有些联络地址 第一个应该依照行政程序我们要先请他说明 对 那目前查到是有两家 就是那个森巴跟超人学院 对两家赢灯 两家没有赢灯 对 那这两家有联络地址的话 我们下周就会发文请他们说明 议员强调了其实当初在九月多十月的时候 就不断接到家长的投诉 表示说带小朋友到公园去 其实通通被驱逐 觉得很夸张 而议员也要求了相关的局处 包括了台北市的公园处 还有教育局的部分 要来了解说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 不过这个体育局就表示说 实际上有这些影片的部分 可以来做一个佐证 另外在公园自治条例的部分 像是这样的行为 如果属实的话 他们会深入来做一个追查 以上是目前掌握到 最近情形 时间尽头交换朋友们